有网红的行为引发争议 5月份三级警戒前 一名网红跟朋友带着力奖 还有野锤工具到嘉义水样森林野营 影片放上网之后引起网友讨论 因为他们不但在湖边开火 还没有穿救生衣在湖里滑力奖 痛批他们破坏生态 领管处表示水样森林目前没有禁止细水 这名网红使用气化炉 没有明火并未触发 只是艳色湖水底有16公尺深 周边的枯木也可能随时倒下 呼吁民众不要从事水上活动 以免发生危险 嘉义水样森林枯木倒映水面 梦境般美景是许多山友必登名山之一 不过日前有网红自备SUP 在水样森林艳色湖滑行引发争议 这名网红5月初三级警戒之前 他与朋友一起到嘉义水样森林露营 除了自备SUP 直接在水下16公尺深 连桨都勾不着底的艳色湖水面活动 湖边又没有任何安全设备 没穿救生衣 一个踩空就可能掉入16公尺深水底 他们还在湖边搭帐篷 逐晚餐时一次用火也引发争议 各种行为引发议论当事人也回应 表示为不良示范感到抱歉 但每次行前都有评估自身能力 感谢网友提醒日后会多加注意 虽然水样森林目前没有明文规定 不能在艳色湖上活动 不过领馆处再三呼吁 水域环境相当不稳定 民众还是不要靠近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蔡崇武在一报道